针对于很多他就比如说 从中国来英国读研的Master学生 那他今年9月份入职 他是完全没有这个意识觉得 哦 我9月份之前要做好准备的 他们都是9月份到学校区之后 悠哉悠哉的 然后适应环境适应个三四个月 然后到第二年23月份发现 哎 秋昭过了 然后春昭找不到工作 就只有等到毕业之后的后年的工作 那这样子是很得不偿失的 大家好 这里是你们的求职博主孟颖 这一期将会是一期非常干货的内容 全程没有一句废话 请大家提前收藏并且关注我哟 在英国的招聘哈 就比如说国际大厂像四大呀 投行啊 银行啊 或咨询行业 他们的招聘都是提前一连招聘的 就比如说你要明年暑假去做实习的话 或是说全职的话 你今年7月份 8月份就得开始投递 有一些公司哈 比如说像一些投资 投行还有early bird这个招聘的机会 什么意思呢 那正常情况你要获得明年的岗位 你是今年的7 8月份投递 但是哈像投行一些竞争特别激烈的岗位 他是会在这个7 8月份再提前开放 那比如说我之前记得摩根斯丹尼他们家的early bird 然后是5月1号开放了所有的岗位 不管说sales trading还是investment banking division还是technology 他们都是5月1号这一天开放的 然后当时梦里因为本科期间一直在关注求职 自己也是求职的多连的老手 然后开创了这个求职的channel 我当时就是5月1号 莫根斯丹尼他们家一开放 然后他们家可以投三个岗位我就全投了 因为我的个人简历啊 我的求职信啊 我的面试我都早就练好了 然后我就准备着公司一开我就投 当时我一个朋友嘛 他比我晚投 他是8月份才开始着手 然后我们两个就在沟通嘛 当时已经我们投了两个月了 就8月份他投到10月份 然后他就告诉我 哎孟严今年莫根斯丹尼没有开 真的是好气哦 他们家怎么不招聘呢 就是其实今年莫根斯丹尼他们家就只开了一轮 就是在5月1号到5月30号开了 就全部关闭了 我记得到8月9月的时候 他只有一个岗位还开着的 好像是technology tech是要的比较多的 而且对学生还是有一定的要求 然后他才意识到 哦原来莫根斯丹尼已经早到的关闭了 那你想想 我们当时是投了第二年8月份9月份的岗位 然后提前的一连 其实最后哈 就是也是会错过一些公司的很早的招聘 说实话 很多学生8月份有这个意识已经挺不错的了 但针对于很多哈 就比如说 从中国来英国读研的master学生 那他今年9月份入职 他是完全没有这个意识觉得 哦我9月份之前要做好准备的 他们都是9月份到学校去之后 悠哉悠哉的 然后适应环境 适应个三四个月 然后到第二年 二三月份发现 诶 秋招过了 然后春招找不到工作 就只有等到毕业之后的后年的工作 那这样子是很得不偿失的 像我之前一个学生 他去年因为疫情 没能来到英国读master 然后他是去年5月份 就跟我在做准备准备 今年暑假的一个投递 那他也是很幸运的 就是在去年Christmas之前 就拿到了投行的offer 然后他当时整个人就是全程投利都是在中国 根本就没有来到英国 然后他拿到的工资哈 我这里就透露一下 因为本来这些也都是一些公开的信息 他拿到的工资是45000英镑 ProRota 然后他一个月实习的工资差不多有3750英镑哈 这个是税前的 那税后可能也是差不多3000英镑左右 是相当可观的一个数字呢 请大家一定要关注孟明的求职channel哦 我是一个只讲大实话的留学求职博主 我们下次再见 bye guys by bwd6